無論你是軍事迷、二戰迷還是電影愛好者 本財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最新指導的史詩劇片 奧本海默你千萬不能錯過喔 奧本海默被稱為原子彈之父 由他帶領的團隊最終製造出用於廣島和長期的原子彈 也讓他陷入舊式和毀滅的自相矛盾 全片使用IMAX膠卷攝影機拍攝 透過彩色和黑白的手法 呈現他在現實生活與內心世界衝突 還重現二戰時期的恢弘場景 不僅如此卡斯陣容也相當堅強 領先主演的奇尼莫菲、艾貝尼布朗 再加上影帝等級的麥特戴蒙、小勞伯道尼等人同台飆戲 攤兵度的好朋友們 集結的號角聲已經響起了 奧本海默7月21日全台各大影院震撼登場 我們剛剛的預告是講到二戰歷史造成很大影響的原子彈 其實老潭這陣子講到了1948年6月到7月的 黃泛區會戰對國軍有如是投下一枚原子彈一樣 因為華野突然變得可以大兵團的去作戰 老潭也跟我們連續說了三集 這一集應該是要進入到地秋店了嗎 我們要講的地秋店其實是我三禮拜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這個禮拜天突然之間就決定說我們再加碼一集 那因為最主要是國共之間的玉東戰役 他其實是非常的扣人心血 那黃百濤他是在7月6日做了最後的準備 就是在上午9點在司令部召集幹部會議 對此副軍長顧弘揚還有參謀長李士靖 他們這些宣布說我要親自帶領兩個步兵營出擊 他還指定的有整25師108旅的李景村團長指揮兩個步兵營 然後就出了地秋店的北門一路的沖沙擴大了陣地 那這一段戰鬥只是整25師在地秋店戰役的一部分 因為在稍早之前整25師他們在田花園還有王老吉這兩個外圍的村寨也與華野蠶鬥 特別是王老吉在7月5日25師四十旅三二四團逐屋底看 最後眾戰的團長張勸進還有少數人突圍到地球點 可是卻還有一個臉號稱是模範三臉 與他們交手的華野宜仲醫師對他們印象非常的深刻 後來還提到這個臉7月5日的白天在馬口進攻 一個完整的臉只剩下59個連展正晚 到了7月5日的晚間又出現在王老吉繼續的作戰 全臉只剩下19人 人家說強將手下吳若斌整25師也就是25軍 其實他們的來歷也讓我們相當的好奇 其實25軍這支部隊它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 與黃百濤有關的25軍它是在1938年的1月成立的 一開始其實是具有東北軍 甚至還有一部分是川軍的協同 特別的是25軍它的軍部還有下轄的1080 是屬於東北軍系統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是被劃播在第三戰區 接受司令長官顧祝統的指揮 他們最早期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1941年元月 那個時候他們參加了晚南事變 又稱為新式軍事件 那個時候顧祝統是派了第32集團軍的司令 就是上官雲響 他後來又來台灣 由他來指揮部隊作戰 游擊部隊的部分 是由後來升任軍事委員會 別動軍司令的周伟隆來負責 由他來指揮中義救國軍 至於正規軍方面 參加的有包括第21軍、第25軍還有第88軍等等 結果因為第25軍有東北軍的協同 所以那個時候新式軍在撤退的時候 對於25軍比較信任 比如說要輸贏都盡量挨著第25軍的駐地 認為比較不會被偷襲安全一點 所以這個說法這樣子的講法 到底是誰提出來的 這個說法是我們前面剛提到 就是黃百濤那個時候在1948年7月6日開會宣布說 我要帶兩個步兵營出擊 那在場的參謀長李世敬 在他的回憶錄《八十字書》這本書裡面說的 那那個時候呢 他是第25軍1080第644團的善校團長 根據李世敬的說法呢 他那個團呢 設下了口袋 最後升服了新式軍的軍長 葉廷還有2000多人 那晚南事變之後呢 新式軍的方號就被國民政府給撤銷 可是呢 劉少奇立刻提議說要在蘇北 成立新的軍部 用陳毅來代理新軍長 也獲得毛澤東的支持 那後來呢 蘇毅出任新式軍第一師的師長 抗戰勝利以後 沒有到東北區的新式軍 就隨著陳毅還有蘇毅 就在江蘇、山東、河南這一代 跟著國軍打來打去 後來就變成了華東野戰軍 老坦提到這個1941年的新式軍事件 對於我們這種軍史門外漢來講 其實也是略懂略懂 我們以後有機會會來說這一段 可是我們還是要先把1949講完 我們大會來講 黃百通那個時候呢 其實還不是25軍的軍長 新式軍事情發生之後呢 他才去接軍長 最後呢也因為25軍駐地的關係 帶領25軍這個雜派軍 後來跟蘇毅有多次的交手 富有勝負 給華爺很大的壓力 也打到讓很多的主力部隊 其實是相信失色 所以呢我們前幾座交二總隊 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共軍後來對黃百濤的評價很高 電影《環海戰役》也就是大決戰裡面 把黃百濤呢寫成了悲劇角色 而不是反面角色 還用了著名的演員許環山來演 可以說是所有的演員裡面 最大牌最大咖的一位 那我後來去查呢還發現真的有文章 寫說許環山的黃百濤呢 擺脫了傳統上習慣的臉譜化 國民黨降臨的形象 他把黃百濤演得很有質感 有套戀有狠徑也有志氣 形象比邱清拳啊黃偉啊都更為立體 也比杜玉銘更容易激發觀眾的同情心 就講到電影喔 正如同我們今天開場提到的奧本海默一樣 一定要看喔 其實呢老潭其實也是在鋪之後的梗 我們呢把這段歷史拉長拉寬就會發現 其實那段歷史喔 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精彩 包括裡面的角色人物啊 他的性格啊等等的都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在這些恩怨中喔 有一些是英雄行英雄啊 或者是說彼此成為了作戰對戰的這個可敬的對手 那麼呢黃百濤是如何跟25軍是扯上關係的 我們知道黃百濤他是出生在天津的廣東人 因為他主題是廣東梅縣那他是從小兵做起喔 後來過水喔 就是念了江蘇軍官教育團喔 那因為表現不錯喔 所以一路的爬升喔 到了1936年呢 被送到陸軍大學特別班喔 結業以後呢 轉任了第三戰區 在司令長官顧祝統的下面喔 做起了中將參謀長 第三戰區呢那個時候喔 有一支部隊 就是第25師 軍紀很差 差到什麼地步呢 顧祝統呢打電話 罵軍長說 你是帥獸而食人 所以呢 要黃百濤呢去整頓 帥獸而食人 這不就出自於孟子這本古籍裡面的嗎 你以前書念的還不錯 這形容也太具體了吧 該不會是那種就是假假真真的網路文 為了博眼球去把這段話挑出來寫 我找過網路喔 還真的沒有發現到有這樣子的說法 這個是25軍參謀長李世敬他所寫的喔 在他的回憶入84書裡面提到 那他說喔 顧祝統呢要整頓這支部隊喔 所以在1944年 也就是新士軍事件之後呢 把黃百濤調去做軍長 駐紮在江西的東部 李世君還說喔 他那時候才接軍參謀長沒有多久 首當其衝 因為黃百濤事宜 君臨天下之資整數25軍 還好黃百濤才剛剛到沒有班底 所以先把他留下來協助交接啊等等 過了幾個月發現到說欸你沒有問題 所以就對他的印象整個徹底的改觀 就這樣聽起來這個黃百濤他也是性情中人 是那其實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喔 就是黃百濤呢一路走來 他都不是黃埔系 而李世敬呢是東北遼寧人 那又是東北江湖湯 又是東北軍出身屬於山東人 那因為兩個人都不是黃埔 一南一北氣味還挺相合的 所以就在一起共犯爛 把這支雜牌軍呢打造的戰鬥力 其實是一點都不輸給中央底細 那其實我們也很好奇喔 他們兩個人又或者是說黃百濤 是怎麼樣去整肅這個軍紀的 黃百濤到任以後喔 他為了戰備行軍喔 親手撰寫一本行軍西枝 而且還嚴格的要求四部運動 不老民不顧夫不強滿不強戒 慢慢的把這支雜牌軍呢 帶出了一些成績 到了抗戰勝利以後呢 25軍奉派到江蘇的揚州 在蘇中開始跟新士軍開始作戰 然後雙方就一直纏鬥 到山東啊河南啊等等 成為新士軍蛻變為華東野戰軍的 一個非常難打的對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